大家好,那我们来到了董总这边 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荆州玉府的这只非常漂亮的 非常霸气的一只熊鸽 这只熊鸽来讲的话呢 它是我们卡梅龙的全品辈 也是非常珍藏版本的 那么我手中拿到的这一语的话呢 也是为我们荆州玉府赢得了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老祖宗级别的好鸽子 其实它自身来讲的话不大 它是一个18年的 握起来这种感觉是一个高枪长身炮弹体型的 特别有活力的一语啊 那么它做出来的后代也是非常之多的 它的子代呢是在我们2020年呢 获得了我们的长阳国际的总冠军 同时它的孙代也是在我们的天津的开创当中啊 飞出来了非常好的这个佳季啊 那么为我们董总呢 真的是做出了非常优异的 在各大赛场当中的好的佳季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是一个典型的长身型的炮弹体型的一个大榜面的啊 陆克西翁的卡梅隆的全瓶贝 那卡梅隆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属于是收冠军啊 在我们的赛场当中发挥的非常非常好 一万五千多余的亚金盾的总冠军 同时的话呢 也是获得了我们历盟制的将近万语的 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冠军啊 它的全瓶贝 也是出自于我们蜘蛛侠配的 玛丽安妮直出的啊 非常非常优秀 那卡梅隆的全瓶贝的眼睛啊 基本上啊都是清一色的沙眼 这也是一个挂点油的沙眼 非常霸气的 典型的炮弹身形的一语 也希望我们这一语非常优秀的赛歌 能够为我们金东玉府总统继续能够摘金夺银 获得更多的佳金 好的各位朋友们 那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 这也是我们董总啊 收藏到的卡梅隆的全瓶贝 非常非常难得 那同样也是一只沙眼 那这只来讲的话 是一只高腔大体型的大熊 长身大宝面 条的话呢也还有三根就换完了 抖动性非常好啊 是一个宽条 耐力性的还是有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卡梅隆 它是擅长打这种中长中大距离的 这样的一个赛事啊 那么同时也是为我们的陆克 西红夫妇获得了非常优异的佳金 那么我们的卡梅隆一提到这个鸽子之后 它的后代啊 现在目前在我们中国的赛场当中 发挥到四到五代了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也是一个杀眼 黄浩我们看一下 这只鸽子啊 是一个16年的3103871 但是握在手中的感觉啊 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像我们的 至少得近两三年的这种的鸽子了啊 腰身 现在可能是换毛的这个阶段当中啊 等它换完 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机敏的鸽子 非常有陆克西红的这个特点 也非常的有这种 卡梅隆的这个形态 和它的这种的这个特点在里面啊 身形啊 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像 看眼睛 眼睛 也是一个杀眼 好那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我们董总的来自于我们 这个金东玉浮典型收藏到的 也是我们陆克西红的 卡梅隆的全品贝 今天真的是大宝眼福 这个鸽子啊 握在手中的感觉呢 也是一个中长身形的 持骨闭合的非常非常好 一个视中体型 中偏高的腔体 非常非常漂亮 腰形 小腰一丢丢 而且非常适 腰背很有力啊 看一下它的骨架 这只鸽子骨架感非常好 前点也是比较中偏高的 骨架感特别好 这只鸽子一上手感觉啊 能感觉到骨架 而且持骨闭合的非常好 一上手我觉得这个持骨 是特别特别好的这种 来眼睛我们看一下 陆克西红 尤其是卡梅隆的全品贝啊 清一色的都是杀眼 而且这个杀眼 他们家都是这种挂点油的这种 杀眼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